其实基本上就是把这些熟悉 其实就够了 说真的 目前这个阶段 如果你可以把我们这些学的都 除了做出来之外 还要能够熟练 已经大概足够 运付你工作上的这个需求 所以待会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怎么做 其实逻辑第一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我们做什么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刚刚讲过 所以你外面就for I等于第二到第十一 或者用最终的也可以 然后如果的话就是if吗 哪一个储存格 I列的A栏存格的前两个字 是产现的话 那就把这个先加起来 放在一个地方里面 那怎么写 最后加完的东西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 大概知道概念 怎么样把你想的把它变成城市 并且可以run的出来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那我把刚刚讲的把它变成城市 其实城市真的没几行 大概一个回圈两行 然后一个逻辑判断也是两行 里面做什么 就累加 OK 那累加又一行 最后输出又一行 总共六行就可以完成 其他都注解 OK 那怎么写 真的六行 OK 真的城市不需要很多 写对比较重要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 1的话 有些已经写好了 for i 等于 2到11 那判断的话呢 我就在里面写 if ok if的话呢 前面有没有写过 if什么 哪一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所以打sales 有个固定的写法 i列的 因为我i列会变动 蓝不会变动 所以打a 如果等于什么呢 产线 但是特别注意 那个产线一定是前两个字 那我先把那个产线先打 产线 但是是前两个字 所以前两个字的话 VBA里面有laps 这个用法跟什么 跟那个在excel里面用 用法是一样 所以打个laps 刮胡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 前两个字的话就 do.2就可以了 后刮胡 如果呢 它的前两个字 是产线的话 后面空一个 打一个then then一定要打 不打的话 它会出错 enter两下 再打and if 反正习惯有if呢 就会and if ok 然后中间的话就条件 条件的话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里面资料 带到这边来 然后呢 用laps 这个函数怎么样 去找前面两个字 do.2就前面两个字 是不是产线 如果是 刚好这个就是 前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那就累加 累加怎么累加呢 特别注意 累加应该写在里面才对 写在这个里面 因为是的话 那就累加 累加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你可以自己取个名称 也许我叫Sum Sum 等于什么呢 他自己本身 累加特别注意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怎么怎么指向它 它是同一列嘛 那就是第i列 的c栏 所以其实 你可以直接拿上面这个 sales的i列的a栏 只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累加 特别注意 什么叫累加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 加好之后 再丢到前面去 然后存在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特别之后 后面是做完计算 把它写 存在前面 跟你以前那个小学数学 以前的数学观念不一样 请你重新reset一下 千万不要再用以前那个观念 OK 那当然 开头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多写一个 就是Sum 等于0 这样也可以 这一行写不写都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初始值就0 好 你写这边只是说 让你比较知道说 原来它里面是没有 所以它会先执行后面动作 0加上4903 加起来 存在前面 那Sum就变4903 这个就变数了 变数就是暂时可以存放资料的地方 OK 存在了存在记忆体里面 当这个城市还在跑的时候 它就存在 OK 所以 下一个 那 再来的话 一样 所以这个底下的话 这个就不用 这边 那是一直到这边 所以它就 第2到第11 判断 判断完 累加 累加 所以 这个是 就帮我 就帮我加起来 然后再到 这个也是 就帮我把它加起来 所以4903 它这边过来 4903 然后再加上这个 3906 加完之后 又帮你放到前面去 反正加起来就对了 OK 然后不断不断加 加到最后之后的话 那就是累加的结果 那可是累加的结果 最后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累加的结果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所以输出 怎么输出 非常简单 固定位置 我前面讲 我用Range Range 输出到哪里 1 2 有没有 双一号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不就好了 好 城市写完了 看得懂吧 OK 应该 蛮好理解的 可能你们 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累加的写法 其他应该也没什么新的吧 再来就是你要熟悉 这样的写法 把它灵活的应用 说真的也没多多少东西 EFL EFL 这个都前面都写过 还有Range 应该都用过了 Sales也都用过了 没什么太 只是说这个Labs 应该也不是什么 太特别的东西 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Range一下 执行一下 你看到结果了 如果跑太快的话 你实在是觉得说 老师这个一下子跑完 对了 可是我不知道细节怎么办 请你按F 增错里面有一个F8 有没有 你按F8 为什么要按F8呢 就是你可以组航 组航就跑 Sime里面是0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不是产线 是不是 这个如果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这个是不是True 它有时候会跑出来 如果4的话 它就执行这一行 Sime现在等于0 这一行没执行 如果执行起来 你会发现这里面变状 4903 有没有 这个时候它也会显示 它那个变数里面目前储存的值 OK 然后就一直跑了 反正你就按F8 每按一下它就跳一行 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就8809了 因为它把这个加上这一个了 OK 然后一直往下跑 直到跑完为止 跑完之后的话 不过这蛮辛苦 就是它这边会一直跳 然后它跑完之后 输出了 它就跑到这边输出 OK 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增错里面多按F8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当然答案云端上也有了 在数据函数里面找一下 这边也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累加的技巧 其实PPA里面真的我觉得 你们目前暂时也当然也 不需要说一下学了一大堆 就对刚刚程式里面也没什么 多出来的东西 都是前面有写过的 只是说你要把学过的东西 做灵活的应用 像同学可能比较不常问的问题 像什么Range跟Sale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如果你固定的位置 你就用Range 这是我的习惯 但如果是变动的位置 像在回圈里面 会一直跳动裂号的话 我就会配合一个Sales OK 这个答案就是一种习惯的用法 每一个人也许不一定一样 所以你看别的作者的书籍 或者是其他工程是写的 不见得写的跟我一样 你不要觉得奇怪 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是每个人习惯的写法不一样 OK 那我讲过了 我的诚实物求是 诚实最精简化 逻辑最直觉 每一个人 其他人也写的话 不见得是这样的写作的原则 所以写出来一定会不一样 OK 不过慢慢的话 当然我发现我这个方法 我这个原则 这种写作哲学 应该还蛮受到大家的喜欢 为什么 因为谁会喜欢看到一大堆城市 光看到一大堆城市头都晕了 对 我的也是一样 我光看到一大堆城市 我第一个想法就把它改短一点 不需要的我全部把它砍掉 哪怕是我参考别人的城市 我也一律先把他们的东西 全部都过滤 把它极简化 甚至有些写法 我都把它写得比较能够好理解 哪怕是他之前写过 我觉得看着就觉得不舒服 不是我的东西 我就把它全部改写 写完之后 就会有自己写作的习惯 如果以后你也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 我相信你慢慢以后 真的想写什么城市 其实就可以很快写出来 因为就慢慢 一种很直觉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慢慢也要累积经验 这东西他不可能马上说你想写什么 马上想到就可以写 写得出来 但是这是一种 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请各位还是多多用在你工作上 我觉得这东西实在太好了 你如果会用的话效率提高 你怎么可能还会用到 那个没有效率的方法做事情 自然而然的话 你应该会对这个东西越来越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会很愿意多花时间做一些投资 这个投资的话 用你们之前某一个学长 也学了很多期的学长 他说这个课程是他觉得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个课程 因为他把他的工作跟这个做结合 他整个工作的那个效率 整整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当然尽量 当然这个过程是辛苦的 可是那个结果应该是甜美的 OK 而且他再来他看到他对于工作上面的那种自信心也不一样 整个感觉对于工作就觉得好像这个很轻易 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也觉得有很有乐趣吧 我不知道 然后另外的话还感觉到他很想有更好的发展 因为他多了一个专长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009 007 007做完之后的话 再请各位再做一下 011好了 11 然后11做完再009